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涉嫌帮衬无牌按摩店 消息说已经被休假过几月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说 已经指派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 承认事件对警队造成影响 但不影响国安处工作 又说没有收到蔡展鹏的请示 警方国安处处长蔡展鹏被传出曾经帮衬无牌按摩店 据了解事发的时候警方正是查牌 发现他在场 虽然有关的行为不属于刑事罪行 但蔡展鹏属于警队高层 他被要求休假至今已经过几月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挨慢交代 多次被追问详情 包括事发是何时 有没有涉及其他警务人员 还有警方有没有延迟公布等等 他都以案件调查当中为由不便透露 只是说已经指派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 调查科调查直接向他回报 我现在确认我们在调查的是蔡展鹏先生 当我们第一时间开始调查这件案件的时间 已经将这个同事已经休假了 当然我作为他的尝试 我一定会公平公正去作出调查 所以为什么对于一个不当行为呢 我都要找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 我就要确保公平公正性 因为我们是查案件 无论是查一些内部案件 或者查一些其他案件 我们至于是否要第一时间说出来 或者去到什么时间才说出来呢 都是很多考虑的因素 这次事件是否要向驻港国安公署或者国安委交代 邓炳强说属于警队内部调查 又说没有收过蔡展鹏的辞职 也都回应自己作为部门首长 会不会为这件事问责辞职 这个必然对于我们警队 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对于我们的工作 特别是国家安全工作 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做 是一个团队去做 可能很多人是很想我辞职的 因为觉得我是政治 觉得我是处理国家安全 领队没有这个空间 我是会给这些人有这个机会 我是会秉公办理 我是会公平公正的去调查这个案件 如果在这件事件里面 我是有任何欠失 我是会根据这些条例去承担一起 蔡展鹏先生 蔡展鹏在警队 也都被视为一哥接班人 热门人算之一 去年获班香港警察却决奖章 他1995年加入警队任职督察 之后主要负责保安情报 和行动工作 2019年升为助理处长 去年7月再升为高级助理处长 执掌国家安全处 美国政府年初宣布的制裁名单 也都包括他 暴先电视记者吴森宇报道